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一期的Knockout从入门到京东教学视频。 我们今天学习第五课,Knockout中的各种事件绑定。 在学习第五课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家庭作业。 我们回到上一节课的页面。 上一节课的家庭作业是希望用户在输入年月日的时候。 如果输入的不是数字,则提示用户,请输入数字。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我们要实现刚刚这样的一个需求,需要在用户输入年月日的地方,对输入的值进行过滤,而我们可以使用正则进行过滤。 好,我们先定义一个变量。 Ear,把它设置为。 然后,我们加一个判断。 用一个正则。 需要用户输入四位的数字。 如果用户输入的不是四位的数字的年份,则提示用户请输入 阿拉伯数字。 阿拉伯数字。 并返回FORCE。 同理,定义一个变量。 Month。 月份允许输入两位的。 我们接下来将判断合法月份的正则表达式,以及合法的天数数字的正则表达式写好。 月份是第一个数字为0到9之间的一个阿拉伯数字。 第二个数字为0到2,也就是说,如果是1月份,我们要输入01,11月份要输入11,但如果输入的是1,那我们就会提示用户请输入合法的月份数字。 天数数字也是一样。 第一个数字是0到3之间的一个阿拉伯数字。 第二个数字是0到9之间的一个阿拉伯数字。 如果用户输入的是1或者3,单个的阿拉伯数字。 那么会提示用户请输入合法的天数数字,必须要输入01或者03。 好,我们保存代码。 打开页面,刷新。 我们首先在年份当中输入2005。 这时候我们输入200,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效果。 页面会提示请输入四位的阿拉伯数字的年份。 点击确定,我们输入2005。 月份,我们输入一个1。 这边会提示请输入合法的月份数字,必须要输入01。 日之间,我们输入一个D,会提示您请输入合法的天数数字。 输入一个3阿拉伯数字,还是会提示。 所以我们这边必须要填0。 OK。 那这个样子,我们所要求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我们上一节课的家庭作业就回顾到此。 好,我们进入本节课的内容。 我们本节课,一个简单的事例就是开发一个简单的技术器。 这个技术器很简单,只需要一个按钮。 下面显示一个点击的次数。 按钮点击一次,点击次数加1。 好,我们来到代码界面。 首先,我们定义两个html标签。 第一个标签,用来显示点击的次数。 默认为0。 第二个标签。 定义一个button,按钮。 按钮内显示一个点击,两个文字。 好,我们保存。 稍新。 这就是我们目前想要的html的结构。 当点击一下按钮的时候,上面的点击次数会增加一个。 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技术器开发,我们先用常规的js模式来开发。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定义一个变量。 默认值为0,用来表示技术器的值。 为按钮,设置一个ID。 counterbutton。 定义一个变量,获取这个html元素。 然后,我按钮的按钮,绑定一个click时间。 当点击的时候, 按钮后,currentindex加1,再为b表签设置一个ID。 叫做counterview,定义一个变量,获取counterview。 当countindex新增之后,将counterview,html,显示出当前的这个技术器的值。 好,我们保持代码。 我们回到页面,刷新页面。 点击按钮。 我们看到技术器已经在起作用。 这是常规的开发模式。 那我们接下来用knockout的模式开发这个实例。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将刚刚编写的这一段代码注释点。 在mvmodel中,定义一个属性。 叫做currentindex.co.observable。 默认之为0。 再定义一个方法。 counter。 方法获取当前 correctindex的值。 并将这个值加1。 并将这个值加1。 然后将加过1的值, 附给currentindex这个属性。 好,接下来我们回到html的部分。 为b标签绑定。 因为是展示内容, 所以写入html。 绑定的是currentindex这个属性。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为input标签绑定一个click事件。 语法是detabind。 click,counteradd。 OK,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刷新。 点击。 和刚才的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再回到代码界面。 定义的这个counteradd, 也就是为按钮绑定的这个技术器新增的事件。 关键的语法就在于这边的一个click。 而前面的写法跟绑定html,绑定text都是一样的。 detabind。 写入click, 然后写入我们在viewmodel当中定义的这个方法的名字。 也就完成了knockout当中的事件绑定。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knockout当中多个事件的绑定。 首先我们回到页面。 我们接下来希望在鼠标移动到点击按钮上面的时候, 上面的数字会变成红色。 当鼠标移开的时候,数字又恢复成黑色。 我们要实现这个效果。 好,我们回到代码见面。 首先,我们在viewmodel当中定义一个属性。 叫indexColor.co.observable。 默认为黑色。 再定义两个事件。 叫做counter over。 表示鼠标移到按钮上面的时候的事件。 另外一个叫做counter out。 表示鼠标移开按钮上面的事件。 这两个事件分别去改变我们上面定义的indexColor这个属性。 当鼠标移动到上面的时候, selfIndexColor设置为红色。 当鼠标移开的时候。 这只indexColor为黑色。 好,我们把这一个属性跟两个方法定义好之后,回到html的区域。 首先,我们要在b标签上面,定义一个style,color,为indexColor。 在按钮事件上面,要新增两个方法。 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改变原来的定义事件的这个方法。 需要写上event,后面是json格式的。 click,还是counter,mouseover。 我有我们下面定义的这个counterover方法。 mouseout为counterout方法。 将原来写的这一段删除。 我们保存代码。 点击。 发现这个时候的数字已经变成了红色。 当我们一开鼠标的时候,数字又变成了黑色。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再看一下我们这边绑定的注意点。 其实knockout在绑定多个属性的时候, 后面就是采用的json的语法。 一个key对应一个value。 这边定义了三个事件。 一个click,一个mouseover,还有一个mouseout。 对应的分别是counted跟countover,还有countout。 我们只需要在viewmod当中将这三个方法定义好。 然后在html中将它写在event这个属性内。 这边的style是绑定的b标签。 它的颜色。 当indexcolor的颜色发生改变的时候, 这个显示技术器的b标签的颜色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好,我们来对本节课做一下小节。 首先我们先回顾了上一节课的家庭作业。 然后我们为大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技术器开发的需求。 我们首先用常规的js开发模式去开发, 去绑定事件。 然后我们用knockout的模式去开发技术器。 接着我们在使用了knockout当中多个事件的绑定。 在本节课即将结束前, 为大家留一个家庭作业。 我们回到页面。 我们这边在点击次数达到20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够隐藏上面的这一块点击次数。 显示您点击的次数过多, 请稍后再试这样的文字。 我想对于大家已经学了五节课之后, 这样的作业应该是不是特别困难。 好了,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到此。 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